新赛季当中中国球迷有多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球员 那就是勇士队的华裔球员林书豪 虽然在选秀当中落榜 但是林书豪还是凭尽努力为自己赢得了一份NBA合同 勇士队位处班区 那里是华人的聚集地 而林书豪也就出生在此 所以能为勇士效力对于林书豪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高中时林书豪就已经是加州小有名气的球星了 可是他却没能收到来自于篮球名校的邀请 结果林书豪进了哈佛 并带领这只学术名校在长春藤联盟中屡战屡胜 他自己也破了不少学校的校队记录 虽然成绩优异 林书豪还是决定在大学毕业后追逐自己的NBA职梦 凭借着下级联赛的出色发挥 他最终被勇士队签下 成为过去五十多年间第一个登陆NBA的哈佛球员 林书豪说 当时的激动已经过去 现在是时候面对接下来的比赛了 北京时间后天 勇士队将会迎来季前赛的第一个对手快船队 林书豪届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们拭目以待 好 那么再来看下一集